一支幼欢10号出现在玉里赤柯山产业道路 因为全身不停打转颤抖就像是丧尸一样 以为狂犬病带原体 玉里正公所人员赶到现场找不到幼欢 而由于玉里山区近日阶列出现幼欢 在上个月底也发生有幼欢闯入住家咬伤人 幼欢经宋宴确认是狂犬病的阳性 农业处也故意民众要留意避免被咬伤了 有民众上山途中在赤柯山区的产业道路 发现有幼欢在路边打转随后掉下搏坎 民众拍下影片通报 不过公所人员抵达现场之后 已经找不到这群幼欢 依据我们国内这样子的一个野生动物监测的资料 我们大概会推测它应该是感染的狂犬病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华丽谦动植物防御所长周黄德荣表示 虽然没有办法取得个体送宴 透过影片画面认为这一只幼欢狂犬病代源性很高 民众在附近的一个居民 必须要注意我们狂犬病 比较高风险性的野生动物 比如说像幼欢白鼻星这样子等等 要特别的加强注意 那我们也会在近期加强的一个狂犬病巡回注射 我是现在才知道 但是这种幼欢山上很多 但是我没有看过这样发病的病例 花莲居住在近山区民众多 接触幼欢及白鼻星等狂犬病高敏性野生动物机会大 每年都与各乡镇市公所合办犬猫狂犬病巡回注射 呼吁民众注意巡回的时段 待家中犬猫施打才能有效防范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